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有请我们的导演 和主要演员们上台 凯宁 上台吧 我们这部影片呢 十分特别 因为最后所有的场景 都是在意大利拍摄的 这是一个关于酒的故事 今天现场呢 我们为各位来宾 准备了非常多的好酒 希望各位来宾品尝之际 也能够踊跃地提出问题 导演 你好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部电影的创作理念 我们拍摄这部电影 主要是因为 我们想要表达 我们中国人在哪里都 有这种可以落地生根的 拼搏精神 那透过我们的主要角色 这对姐妹花 更让大家看到 我们中国人的坚韧 这次是严峻和旋妮的 第二次合作 他们有用摩擦出什么火花 我们本来就是朋友 这次的合作 让我们之间 产生了更多的化学反应 对吧 我觉得 有安妮的加入 会让这部电影更加精彩 看来严峻对安妮的表现 很满意哦 那当然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听说 安妮还没有开拍之前 她是不会游泳的 然后 要拍下水戏的那一天呢 我跟她说 安妮啊 其实找个提升 会比较安全一点 安妮什么都没有说 就直接跳下水里面去了 作为一名演员 本来就应该预备 十八般五亿的 现在的跳水节目那么火了 要不安妮 你也帮忙试一下 现场各位知者朋友 还要谁想提问的吗 安妮小姐 今年有很多明星 都已经有了喜讯 你和许总 有没有打算喜上加喜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会持续打造工作和感情 全方位的模范夫妻吗 好 快接受了 行吧 嗯 其实我跟世音哥的感情 并没有被外在的任何人 任何事所影响 在这里我要特别地感谢他 因为这部戏拍摄的时候很辛苦 我一味对自己的表现 失去了信心 可是 他一直在身边鼓励我 帮助我 如果没有他的话 就没有今天的我 所以我们两个 会以适合我们的步调 继续走下去 那接下来你和许总 有什么打算没有 现场的观众朋友 既然你们这么关心 我们安妮小姐 和我们许总的计划呢 不如我们请许总 上来说两句吧 好 GIRL 像现在大家都在给你加油 公开跟安妮求婚吧 공开跟安妮求婚吧 公开和安妮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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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各位 那 我和安妮的事情 我决定还是留给安妮来做主 各位各位 今天是电影的记者会 我们还是把关注放在电影上面 谢谢你们 辛苦了 是的 非常感谢许总 对我们这部电影的全面支持 请几位主创靠近一点 让我们大家合照留念吧 好 许总 干净 你再靠近一点 谢谢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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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有请我们的许总 为我们切蛋糕 这电影还需要你们好好帮我们做宣传 当然了 没问题 肯定没有问题 你们这么用心拍的作品肯定会卖作 对啊 谢谢了 那你们就慢慢用餐吧 好 谢谢 安妮 你不用陪我 我只是应酬下记者 我让东尼先送你回家吧 东尼她在跟电影公司对通告 要不然我去休息室等她吧 也好 一个人没问题吧 也好 一个人没问题吧 好 那我先去了 那我先去了 真的不错啊 很好喝 我现在才能让你帮我依然 我去哪里 你先让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你先给你了 你先去哪里 你去哪里 你先给陪我 我来 你先给你帮我 电影的今天好酒 雅当说过 倒过他们酒窗的人 这辈子都离不开红酒了 所以特地留了一瓶给你 不要太相信他的话 这些 只不过是他推销自家红酒的方法而已 我不觉得 雅当不是这种人 他不会把自己的红酒当做商品的 我反而觉得 他会把他的红酒当做他的生命跟信念 他对红酒的坚持充满热情 很多人说他固执 但我反而觉得那是他超满魅力的地方 最近他发生了很多事 我很担心他 但是他反倒跟我说 唯有放下过去 从零开始 才能重新找到新的幸福 他能这么勇敢让我很感动 也让我充满了力量 我总觉得不管他到哪儿都很有感染力 你不觉得吗 那恭喜你了 找到了奋斗的力量 可是人心是善变的 也许偶然碰撞出来的火花会很绚烂 但是绚烂之后 也许只会剩下灰烬 也许吧 我也很羡慕你跟总经理有一段细者长流的感情 希望我可以找到像你们一样 并肩同心的另外一半 接下来硬黄配合电影宣传的行程 我会负责接待 不用了 有东西陪我就好了 我先试备 安妮 夏夏也在啊 安妮 门口好多粉丝在等你签名呢 不用了 我有点累了 改天吧 那好吧 你慢慢走 我叫师傅把车给他后面啊 庞叫 给我吧 今天谢谢你了 辛苦了 辛苦了 哎 安妮你看 我抢到了最后一块爱您的海报 你说 明星的脸怎么都那么小啊 我原来都以为是PS的 我刚才看你发布会的时候一直看见爱您 你说她的脸就这么小吧 忙 安妮 好 我有事找你 关于安宁的事情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不用 我知道你现在 一定不知道怎么跟我开口 你不用跟我解释 想到你听我说吗 我今天私下找你 我想替安宁说几句话 安宁一直很担心你 只是当时她人在意大利 根本就没有办法 你也知道 她家里给她不小的压力 电影要上演了 电影公司 不希望她有不好的绯闻 我都明白 你不用说 明白就好 我知道 你对安宁用心很深 现在没有 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照顾好我妈妈 知音 同事都还在那里忙 我得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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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要把我当成陌生人吗 好 我不喜欢不清不楚的感觉 你也知道 我最讨厌的就是不开心的分别 现在趁这个机会 把话说清楚吧 你还想说什么 你还想说什么 那就疯一 cran 尺子 有点 倒一 我 好 好 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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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当 我说得对吧 嗯 啊 啊 那个 雅当今天怎么回事啊 死期沉沉的 我会有十年了 不是 现在是中午休息时间 有什么事儿啊 晚些再联系吧 我是丁桂 跟雅当说 我有一张八千万的订单要给他 什么 八 八千万 好好好 谢谢啊 雅当 丁桂给了你一张八千万的订单哎 八千万 哎 这比营销一部一个季度的营业额还要多哎 哎 雅当 你不是跟财神奶奶吵架了吗 她还会给你一个八千万的订单 哎 雅当快过来 快教教我 让我也学着去对付对付内心 上了年纪的男老板 雅姐 就不要为难自己还勉强别人了嘛 真是 你这个死小开讨厌 总经理 不好意思 有什么事回来再说 总经理 我想你最好看一下 不会耽误太多时间的 你确定 这个八千万的合约是营销二部雅当签的 好 我知道了 你亲自下厨啊 干吗这么大惊小怪的 你别忘了 我曾经也是家庭主妇啊 九八年的博尔多 不介意吧 有点酸 搭配今天的烤羊排 味道应该不错 为什么突然买那么多红酒 你放心 我没有打算要做酒鬼 那两万瓶红酒 也不是我一个人要喝的 是给我去了布丁的 我问你一件事 一般人要用香草都是用买的 为什么您用种的 这个香草是为我前夫种下的 跟它分手的时候 我把它所有的东西都溜光了 唯独留下了这一排香草 过去 我一直很努力地 在扮演鞋内住这个角色 我学着品酒 学着跳舞 学着做烹饪 还可以种了她喜欢的香草 讽刺的是 那个时候 我一直忙着招呼她的朋友 竟然也没有时间 品尝自己做的料理 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 给我订单还请我吃饭 我和我前夫见面了 我开的条件 你考虑清楚了吗 前的事情 我会另外想办法 我今天来 是为了其他的事情 丁丁 那天 我是不是害你 跟你男朋友吵架了 这不重要 怎么会不重要 你的幸福对我来说很重要 这些年来 我一直都记得你对我的好 你为我做饭 洗碗 洗衣服 收拾房间 你总是为我 可是 我却深深地伤害了你 丁丁 我一直想跟你说 对不起 我一直想跟你说对不起 就算你不原谅我也没关系 但是这一次 你千万不能因为我 而失去幸福 你有得到幸福的权利 对不起 真的好饱 好 这人很奇怪 跑了一天通告明明很累 还要去吃麻辣烫 就是因为累所以才更想吃啊 可是每次一不小心就有吃多了 我想问问 这间麻辣烫有这么好吃吗 你从小到大只爱吃这一家 而且每一次吃都吃撑着 嗯 是挺奇怪的 总是有一个人呢 他说他不饿他不吃 可是每次他都会陪我去吃 是 没错 不过你看这家麻辣烫餐厅也很奇怪 这么多年装修没变过 味道没变过 老板好像是老了很多啊 你说老板要是他才不老的话 那未免也太奇怪了吧 可是他们家的麻辣烫 到底是拿什么做的 那个味道真的是很好吃 你记不记得小时候 奶奶她因为我怕我吃坏肚子 所以她不让我吃麻辣烫 每次都是你 你说会去教我做功课 偷偷带我去吃 可是现在长大了 有很多机会都可以去吃 我还去的次数就少了 其实吧 人有的时候 会因为外界的感染 误认为是很享受 就好像 我不让你去吃麻辣烫 你就偏爱吃 而且觉得很好吃 可是试过境界之后 你会慢慢发觉 之前的那种渴望和执着 其实就是一种情怀 一种不可以 而又觉得新鲜的情怀 不要拿麻辣烫当借口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最近这段时间 我也想了很多 我终于明白 我的执着 是因为我自己的任性 谢谢你从小到大 一直在我的身边照顾我 呵护我 可是我呢 我却总是 把你的关怀当作是一种 理所应当的配方 总是被外面的一些激情 冲昏了头脑 我只是希望你快乐 不希望你受到任何伤害 激情真的是很可怕 像烟花一样 很绚烂 但是呢 却会稍纵即逝 当我还流连忘返的时候 有些人一再地提醒我 可是我 却不知所措地 闯进了根本就不属于我的世界 所以 真正适合亚当的人 一定不会是我 而是一个懂他 懂葡萄 懂酒 并且是聪明能干的人 谢谢你今天晚上的陪伴 让我终于知道了 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有一个人可以陪我吃一碗麻辣汤 跟我坐在这里聊聊天 这种感觉 真的很棒 我真的输了 看着他 这么多年了压在我心里的那口气 一下子空空的 我再也恨不了他了 我再也恨不了他了 你说的对 羞辱别人只会把人推得更远 让自己也不快乐 其实我突然发现 其实我并不是想让他过得有多糟 而是他的在乎 会让我觉得 我以前付出的 是值得的 现在松了好大一口气 我突然觉得自己好饿 很想找一个朋友 大吃一顿 是真正的朋友 祝愿我们的友情 可以像这红酒一样 越沉越香 好 怎么 不合你的口味啊 不行 我在想我要花多少时间 才能够回到像你这样平静的位置 怎么换到你心里闹疼了 真的很巧 昨天我也遇到我喜欢的人了 失联了好长一段时间 我在跟他见面的时候 才发现他已经跟别人在一起 其实仔细想一想 早在他不接我的电话 不回我的简讯的时候 我就该知道我们已经结束了 只是那些过去那么的美好 让人不想一下子就放弃了 也许就像你说的 最大的痛苦并不是没有结果的爱 而是当你以为你爱得刻骨铭心的时候 对方却能够轻易地划下去的 我还是很感谢能够遇到他 也很开心能够开始我们的恋爱 那我就想要是一样的 最后一段时间 我没有人告诉你 那你就把它当作是空气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强迫自己 不要动痒 受伤了 按住血流布置的伤口 它会痛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 放开伤口你会发现 伤口其实早有结痂 它不会疼的 时间 永远是最好的良药 幸好你拿到我这张超级大订单 接下来的时间 你会忙得没有时间吃饭 没有时间睡觉 更没有时间去想你的朋友了 哥 你回来了 哥 你看到新闻了吗 快点过来啊 来 我给你看 是安宁的电影发布会 现在网上到处都看得到 很轰动耶 连殷皇会所也跟得出名了 你知道安宁在那边办发布会 既然你知道的话 为什么不早一点跟我说呢 如果我知道的话 我也可以去凑个热闹啊 还能够当面跟安宁说一声恭喜 你今天怎么那么早下班 我今天正好休息 你要记得提醒一下安宁啊 她和世音的结婚计划 现在所有的记者都在问 他们这对假情侣应该找个机会 宣布分手吧 你吃完自己收一收 我不要去睡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啦 她们要是再这样演下去 真的会越来越下不了台的 你知道吧 你怎么知道她们是演戏的 搞不好那是真的呢 什么意思 难道你是说安宁跟世音哥 他们两个人真的在一起了吗 你不是说要去见她当面请求她的原谅吗 她怎么还可能跟世音哥假戏争作 哥 你到底怎么跟安宁谈的 你快点说啊 安宁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安宁了 她现在是大明星 她选择跟世音在一起这很正常 你说的这个哪里正常了 安宁要是爱世音的话早就爱了 何必要等到红了再爱 这根本就说不通啊 我知道你现在觉得立场很尴尬 你开不了口的话我帮你去问她们 我会去找世音 去问清楚她跟安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样可以了吧 你去 你不要拦着我 他们一起背叛了你 你可以闷不吭声 但是我没有办法当做不知道 我一定要让他们给你一个清楚的交代 你给我站住 今天在发布会上 安宁当着我的命牵着世音的手 这样还不够交代吗 当着你的面 你是说安宁知道你在而还 我打了多少的电话 发了多少的简讯 她一疯都没有回 其实她早就放弃了 这是我现在才知道 你不是说过要努力争取的吗 安宁对你来说不是很重要吗 现在她放弃了你也就这么算了 你觉得你们两个之间 是短暂的夏日恋情 开心过后就可以说再见了吗 还是你自卑 觉得配不上安宁这个大明星了 也不敢跟世音哥对抗 对 我不敢 因为我不能 你是不是忘了妈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 你是不是忘了妈的医药费 还靠英皇的薪水来付啊 我们还不够忙吗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想 我只希望有奇迹能够发生 妈醒过来 我们三个一起回意大利 这样行不行 在想要怎么恭喜你 创了业界记录 你现在不就说了吗 谢谢 怎么了 一个人喝闷酒 先说好 我不是故意偷听的 我一回到家 在门口 就听到你跟苏伟在吵架 我想现在整个小区的人 应该都找你失恋了吧 只是我没有想到 你那个人是安宁 算了 这是我弟说的没错 我跟安宁就像是一场夏日恋情 就像做了一场梦 梦醒了 似乎连悲伤都显得那么的没有必要 奇怪 这个酒怎么好像懂你的心情似 喝起来特别苦涩 胡说 这种花是拍电影的时候 男主角拿来骗女主角用 酒会色只是因为醒酒的时间 不够而已 所以酒还没醒就被你拿来交仇 还说你不难过 这样吧 明天我帮你请假 要不然你去见到总经理也会怪怪的 不用 我不用请假 梦醒了吗 我年纪够大了 知道该怎么面对现实 同安 师兄啊 爸 来来来 坐 好 师兄啊 我听会计部门报告 说营销二部拿到了八千万的订单呢 是 营销二部之前非常的低迷 我想借这个机会给亚当发一笔奖金 然后鼓励一下二部振奋一下他们的士气 应该的 应该的 有了这八千万的激励啊 大家应该都士气高啊 英皇呢 也应该越来越稳定了 一部听说二部拿到这样的成绩 各个摩拳擦掌 口服心不服 石英啊 我把张达官吏这些老部署让你带 本来呢 还会担心给你造成负担 可没想到你把亚当安排进入二部 还这么快的 有这么好的会计啊 你看人看得很准啊 知道怎么运用人才 亚当和张达他们一起合作 可能会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爸 说实在的 我也没料到 亚当会这么快拿到成绩 你这一手棋下得是非常的漂亮啊 让我期待你和亚当之后的成绩吧 好的 爸 我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这个李总爱喝酒更爱收藏酒 在他办公室里边就放了各种年份的威士忌 我觉得这么爱收藏酒 他肯定会喜欢葡萄酒吧 我觉得下面的那个孙董也有机会 从他的购买记录来看 其实他已经一脚踏在葡萄酒的世界里面 只是他还不了解 所以没办法买太多 没有天天过年的 运气好拿到一张订单 就得意忘形了 就是好像把地头是八千万的支票 随便他们捡一样 这俗话说啊 希望越大 失望可就越大哦 但是那个孙董他说话口音很重 我常常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对啊 这个孙董是四川人 他普通话不怎么好 他上次说我很会算坛子 那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说你很会盘算 然后就就坛子一层一层 你看得很精准 可是我上次是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然后他说我很会算坛子 这有点说不通吧 那还是说你很会炒热气氛 算坛子嘛就是开玩笑的话了 我们四川方言啦 张叔你是四川人啊 对啊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推荐一下 公司附近哪里有好吃的川菜馆 我们想要请孙董吃饭 丫头 川菜馆你问我 你就算问对了吗 湖中路上的巴蜀菜馆 那可是咱们四川老乡 毕倒的地方 丫姐 你有没有认识做室内装修的朋友啊 因为那个李总正在装修房子 但我们不懂 聊不上天 那我先生就做这一行的 我可以介绍给他们认识啊 真的啊 那下次我们去找李总的时候 你跟你先生跟我们一起去 说不定还帮李先生拉倒一单生意呢 好呀好呀 我回去就跟他说 张叔 那我们跟孙董吃饭的时候 可就非你出马不可了 不然川菜我们哪里懂 我负草点菜 属地辣子鱼 而且要重点 好 好 那看来这两位客户 就只能够交给张叔跟丽姐了 这 等等等等 聊聊装潢吃吃饭可以 成不成 我们可不能保证啊 能成的肯定能成 你也不想要